來 兩位 做一桌 你頂位喔 你稍等一下 這個湯頭很好很好 它用燉的 那個湯很特別 所以有時候我來都喝兩碗 很久了 正經老闆不然我們就吃了 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有去吃 沒去到 軸窩天晴的北港老街 竟是香煙人煙 縱然大街上的排隊名店 摩拳茶掌搶著錫煙 蔡柏仁和鄭秀燕 卻像是早已神經百煉 越是處之泰然 人氣就越是爆滿 等一下 我收頭錢給你擠 來 小姐 我們做二十六桌 就是像這樣鴨子 白煮的鴨子 或是鹽腺鴨子 就是切塊 但是會有那種去骨 原味去骨切絲 可能就是從北港開始 不僅原味水煮去骨切絲的 鴨肉飯起源在北港 蔡柏仁甚至也對老客人拍過胸補 那一位北港的鴨肉飯始祖 就是自家祖父 打從曾祖父的時代 四個這公有得賣鹽水鴨 有得賣煙燻鴨肉 阿公為了不和弟弟們生意互搶 才獨創清燉白煮 因為我阿公是一個盲人 然後他就是幫人家做沾粉 所以他是利用家族的資源 鴨子 但是你又不能去賣阿爸金 或是那個鴨魚鴨 因為這樣會跟那個 就給他們生意有衝突 掀開鍋蓋 白鐵餐車上老塊木 蒸龍勳的半黃半焦 就向船家鎮店祖訓實施耳梯麵 阿公的鴨肉飯既不煙燻 也不紅燒 選材烹煮就是功夫所在 舉例在脖子打豆 是為了加快桶鍋裡的手煮速度 時間越短 越能鎖住肉汁 肉質也才更傾填滑軟 其實每一隻鴨子 大小隻不一樣 就跟我們人有胖有瘦 對不對 有胖有瘦的話 這個就可以知道 這隻鴨比較瘦瘦 它時間比較短 所以要測試它 好了沒有 溫體鴨子有肥瘦濃鮮 既可能影響水煮時間 多成肉塊燜燉 美中燉鴨的湯色 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且風味魚韻還各有千秋 如果是 平平 就是胸的地方 它就會比較 湯色會偏微紅一點 我個人認為最好吃就是後半 就是後面這一節 這個地方最好吃 那它的話 是因為它帶有皮 你看鴨子在走路的時候 屁股的窯動最大 它的肉最均勻 所以它是有皮 有瘦肉 是最好吃的 它的湯色就會呈現得比較 滷白色 喝起來還有一點點油脂 所以它的湯色是最漂亮